激進化的一個先兆 比香港走得前 這次在新東的結果也是 不單止是萬必、范國威、張超雄 張超雄在新西上次剛剛連任 證明度比較高的時候新西都不行 這次隔了四年沒有做議員 所以我覺得新東的人口結構有一定的特別 可能需要研究一下 但我的印象就是新東可能是年輕人比較多 雖然住民的村都多 保守的地方都多 不會像九東這些地區 很多住了幾十年 很多老人家 老人員可能會比較少 新東是不同的可能 有趣的 這次可以從一些科學和學術去研究去看 但你剛才說的這個hypothesis很有趣的 你從人口結構的demographic看到 你可以估算一下 是否因為有個年輕的結構人口 而導致到有這樣的可能 可能是特別是 這次的確是新東也沒有令大家失望 泛民之前也失望 而亦都引申了一個有趣的想法 就是下次再做一些選舉的 strategy 其實是否可能 你每一區的美女港姐都行 可能新東特別的 impact 會更加發揮得好些 可能你放在九東 這些人口比較好 可能不太行 可能要放一些中老女才行 中老女 你看新東 房間主要說 很多屋間都是很新的 很多人是十年不夠的 如你將軍外那些地方 跟著你公屋居家都是新的 你好也不像那些公屋居家 他們都是老住戶比較多 好 這個我們又要來到廣告 不妨這裏打一打 下次袁黎明都不可以到處擺 放些新東 中老女就放在九東 下次看看誰答黃人答案 可能這次輸在陳秀慧不是中老女 來到答案 我們休息一會 轉到回來 還有幾個區看看 還有幾個黨 繼續找孔高峰教授 爸爸麥麗今四年怎麼搞 轉到回來繼續談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士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畫上www.23990812.com 喂呀 你怎麼不看我啊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啊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在這個世界 發生的靈異事件多不勝數 但我們身處不同地方 又怎麼可以第一時間 掌握到世界各地的靈異資訊呢 有見佛此 香港人網潘兆聰恐怖在線 現正發動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大帽集 只要你的鬼神之說 有敏感觸覺 又願意第一時間 提供你所身處的地方 所發生任何的鬼異個案 我們歡迎你成為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地區代表 有興趣的朋友 請將你的姓名身處地方 電郵到 admonton0202 at yahoo.com.hk 恐怖在線 全球在線 我們需要你的報料支持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 吃點心 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Time Owl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 全球101間最佳食物 忍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鹹水閣 太子燒賣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 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 蛋白 杏仁茶才好酒 堅持無序 追問由你 逢星期二晚八點至九點半 八九點鐘的太陽 李家豪敢愛敢問 繼續回來今晚八九點鐘的太陽 今晚的嘉賓是 John Hopkins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孔高峰 繼續上台 談談 分析下選舉結果 多謝李克隆教授 你好 你好 教授 我們剛才上一節講到 原來 袁黎明的效應 要看看放在哪裏 放在新冬 可能特別有效 這個hypothese 我覺得真的值得去研究 即使你這樣彈出來 沒有人研究 中拆組 我相信他都會找人去研究 包括你剛才說 我相信人力都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你說 如果你說人口結構 上次動物在我們節目都說 九東 即黃陽大區 其實 我們上次質疑過 你用電影海報式的廣告 但那個demographic比較老一輩的 可能不太合理 真的有可能那千多票 就輸在陳秀慧 不是中老女 如果你說中老女 剛才你麥後說 孔教授說 不如 如果林依黎加入人力 我們可能有個中老女 因為現在全部人力都是年輕 四年後都未必去到中女的階段 應該 還有一個說法 也是蘋果的說法 就是這個品味有些不同 蘋果說中聯辦培育的那些 好像梁美芬 還有新東哥叫什麼名字 哦 新東哥 不是 你說 龐埃蘭 那些假中立 西環都是類似中老女 這次蘋果的報道 可能是西環的 這可能是有影響 但是九東是否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是人力 我不熟 但網友有沒有人力的支持者 看看有沒有人力 可以名字到一些 potential 四年後是中老女的 如果不是真的要頒林依黎進來 才可能解決到九東和黃楊達答當的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黃楊達下一次是答林依黎 這個組合有沒有chemistry 有沒有一個吸引力呢 叫助力呢 很難說 黃楊達是玩這個年青 政治同潮的 那就是通殺 很奇怪 也不是 很多年輕人 都拜林依依的 看到他們經常都封傳 在Facebook的那段片 他夠瘋了 我真的這樣問你一句 林依黎那一隻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我Facebook的群 看到人又不同 但是他們那群真的挺支持林依依的 每個人都對他零眼相看 上次都已經挺支持 拘選 林依黎那一隻 又是否可以吸引到你這種住家男那一隻 又行不行呢 嘩你不要這樣說 而且你這樣說下去 那些政治正確的人 有些社運人 又會錄音 下次選舉拿回來說 我們這些很sexy 人力 或者是人網都很sexy 是呀 那就不好了 真是 沒什麽 political humor 沒辦法 人力強了朵之後 特別有很多人 就在錄音 那絕對是 待會又不知道四年後 又拿出來說 沒辦法 不過我們講一句 我們有時講政治 除了用一個學術角度 都是 political humor 好像你這樣說 全部都是 嘩這樣搞法 真的不行 所以陳雲最近最近 都不斷 對這些社運人 有時 在他的facebook 你都加了一把腳 我看到你 都說了一份 但是 我們剛剛講到九東 不如講到九東 其實皇上這次 輸一千多票 當然大家真的不想見到 有這個 律棚相爭的結局 但是整個九東 open end question 你怎麽看呢 九東很明顯就是 輸就輸在 民主老人的指鹿為馬 這件事就是很清楚 八月初 八月中到八月底 你一直follow民調 那個形勢很清楚 就是謝偉俊和黃楊達 差不多一直 有時變成黃楊達和黃國健 差不多一直 這個黃國健和謝偉俊 有升有降 主要是最後決定 共產黨的配票 總之就是 最有機會 進去 將泛民變成3比2 不是現在2比3 就是唯一有機會是黃楊達 途軍是一直都沒有機會的 問題就是 很多人是in denial 就是有些人就是 他知道 但是故意不這樣說 那就是因為 不想黃楊達贏 不想 還有他們覺得 這個是一個proxy war 就是打黃楊達 就特意打黃毅民 因為黃毅民在九龍西 打不到他 接著就要錯黃毅民的氣 大家都知道是黃毅民的 弟子 或者是歷策眼的黃毅民的 所以有些人就是明知 都是這樣 有些人可能真心交真是 就是我很早的時候 已經在Facebook post 就是你看民調就是 好像初年八小時的時候 就是黃毅民有機會 然後有些社民連的人 又開了一個post來攻擊我 說唐唐教授竟然相信這些民調 真是失望了 但問題是這些人就是in denial 即是你民調是不可信 但不等於說一定是錯 而且結果一定是相反 即是民調說唐教授一定不行 他就一定可以 即是你講到是他們 有些人可能想寧願謝偉俊贏 都不要黃楊達贏 是嗎 那肯定是有這些人的 肯定是有這些人 就當民調一定是出來的 結果一定是相反 即是真的 我相信有些人真是 覺得桃根是有機會的 即是到最後一分鐘 都會有些人會覺得 會有奇蹟出現 但我相信有很多人 純粹是黃楊達的仇家 即是 即是你沒有辦法 有才華的人 當然是會容易 你的存在本身已經得罪了很多人 即是你再加上 有時你會說話吸到人 有些人不像 譬如我臉皮很厚 即是很快就無所謂 接著有些人就是 你半句一句聽了 就記你一輩子 然後一輩子 之後下來的人生的目標 就是將你打下來 即是你看到今次 走出來挺途均衡的人 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認識的 即是有些人很奇怪 出來挺途均衡 即是以前我們都聽到 那些人其實都挺不滿途均衡的 即是從學運 之前一直以來 接著 今次全部出來挺途均衡 基本上那些人 其實不是真心挺途均衡的 他們只是想打黃楊達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反黃的聯盟 即是黃楊達和黃烏文 有些是不打黃烏文的人 純粹是這樣的因素下 就出來挺途均衡的 即是不要給我批示 即是這次陶均衡這樣輸了之後 那些人就要收散了 不會再陶均衡 叫他們 或者是有什麼要幫忙 我不相信他們會 理會 但是四年後呢 四年後 他這次純粹是一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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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均衡 會罪在陶均衡那裡 打黃楊達 哇 其實陶均衡也很可憐 也應該要同情一下他 按照你這樣說 其實他那個不是真心有人去善私 支持他 而是自己的 convenience 就是自己的 就是 有得益的地方 而有私心去這樣幫他 是啊 陶均衡其實 我也很同情他的 一個是他 一個就是 就是 蔡耀昌其實我真的很同情 嗯 因為 因為 就是一個人才 浪費了 在香港民主運動這個 帳綱裡面 就是他的組織能力是怎樣 我不知道 可能他是 搞支聯會 或者民主書院 組織能力都可能很高 還未成 但是 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90年代 讀大學的 就是參加學生運動的時候 陶均衡和蔡九 你兩個人都是一些 很以氣風化的大佬 就是 走到有風的 就是 約開會 他遲到一個小時 不展示 然後 施然一個小時 過來 沒有人會怪他 遲一個小時 還會很感謝他 哇 只是遲一個小時 是不是這麼乖 是這些 很大佬的人 就是 說話也是能言前面 但是我都可以想像到 比如這些 這樣的 社聯德志的大佬 就是大學畢業之後 就 加入 民主黨 支聯會 消耗了 這些組織裡面 有很多 民主怪叔叔 就是 見到你年輕人 心紅 然後又有些才華 就會不斷按壓 你們說什麼都否定 你們提議什麼 就說 不會work的 最後就 將他自尊摧殘 不是自尊 就是自信心摧殘 然後 你看到 陶均衡就是 就是 他可能在背後做組織 可能做到很好的成績 也不一定 但是他出來說話 現在 你看選舉論壇 都是 說到很Defensive的時候 會手抖 然後 斬 然後 很緊張 我可以想像 跟我以前 我小時候見到他的時候 那種意氣風發 和文言善變 已經差了 我覺得是 比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堆民主怪叔叔 就是 就是 摧殘了這麼多年之後 蔡九也是這樣 其實 所以其實 其實應該又要 多一分同情 就像你這樣說 譬如蔡九這次陰公道 是連選舉保證金都 都沒收 去到一個這樣的田地 是啊 然後還要露宿 這個東鐵站 真的很嚴重 這些學運時代 這麼厲害 我覺得 這個 這個主流民主派 何人不淺 浪費了一代一代的 有為青年 是 那如果你有浪費了一代一代 起碼我們說四年後 你覺得 陶君恒會不會 再出來呢 如果黃楊達又在這裏 會不會是這個 黃淘之爭 會再出現呢 四年之後 如果是和那些朋友 就叫他不要再選 做其他事情了 是 蔡九也是 我不明白 為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 怎樣勸 有些人各方面的因素 先天的因素 或者是 後天的因素 你適合做某些事情 就是做某些事情 不要 強行 為什麼一定要做立法會議員 嗯 我聽很多人說 譬如陶君恒 他搞華為民主書院 都開始得不錯 這些組織工作 如果是比較適合的 那就做 為什麼一定要出來選 就是這次之後 我相信 如果他強行出來選 或者有些人 看到黃楊達出不出來選 是另一個問題 大家都可能比較關注 但是如果他出來選 我擔心他變成這個 阿牛化 每次都出來選 似乎幾百票 那你排不排除 他阿屠君恒是否選到阿牛的年紀 可能 就是 他應該會比較聰明很多 他也有各方面的專業才能 各方面 我不太擔心 如果他懂得想 旁邊有沒有些選友在梳擺 他應該會找到他好四個位置 發揮到他的作用 有些事情 不是說能力高低 某些人適合這些事情 其他人適合其他事情 各有所長 就是你強行做一件 你自己未必是最擅長的事情 其實對大家都不太好 我們剛才一路在九龍東 我們見到 譬如 一路在看論壇 經常都說 由頭到尾都覺得 胡志偉好像很不行阿 EQ又不行阿 那樣東西 那個感覺是不好的 但是這次呢 他贏也不僅止 票是不低的 之前都說過 我們有時看一個選區 要看他的demographic 人口結構等等 譬如九龍東 就比較年長一點 其實是否很多都是 華叔 即司徒華那些 老粉絲 真是 死守派 死中派 那種 令胡志偉人 你為何對胡志偉 都相對高票的當選呢 那你又看回民主黨的選民結構 就是 我自己 我之前 九龍九宗 我都幫一些教授 那時候我在香港做 學生 去研究過 九龍東的 地區網絡和政治選舉 那時候我去觀察 就是這個 觀塘文聯會 其實就是 陳鑑林 崛起的組織 看回歷史 各方面 然後也留意到這個民主黨那個 那個選民 因為我九五年 那次選舉 就是幫人做RA 然後就 觀塘那個 不是觀塘 就是九東 就是那個選舉 論壇 我全部都去了 就是有一組RA的人 是做這些事情 是 我小時候都在觀塘長大 我對九東也有些了解 那裏面那些民主黨的選民 其實都是 很多阿叔 師奶 嗯 當然八十年代的時候 不是阿叔 師奶 但是到今時今日 都是阿叔 就是 這批人就是 就是 投民主黨 投華叔 到李華明 到現在可能 都是胡志偉 跟著他這幫人 就是 亦都是很喜歡看無線電視劇 劇集的可能 就是變得很婆媽 很念舊 那你說到這樣 就是說 四年後 你拾誰上去都一樣 民主黨 你拾恐怖風 都是贏的 照你這樣說 你拾誰都贏的 我當然不會贏 但是問題 還有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胡志偉 他在區裏面 都很久 他們的人的想法就是 在區裏那麼久 武功都有勞 還有 就是 就是 皇上總統 他一開始的選舉策略 就是重點 就是他其實不是重點 打胡志偉的 就是 到中後期 就是胡志偉瘋狂 在那裏反撲的時候 要需要回應 但是問題 就是你很兩難 就是 你對民主黨 對得很緊要 就是好像 有一些次 那時候區議會那次 就是民主黨 有一批人就是 你 就是 他對民主黨的失望 可能就會轉途梁家傑 或者不出來投票 或者不出來 但是你看到 民主黨 特別是胡志偉 在區裏那麼多年中 都等他上位 就是被人打得那麼緊要 就會 心生同情 這個真的很麻煩 這個問題 就是 反而有些同情票 那樣 就是私下阿叔 其實你在民主黨那個 你看他的活動 看他的人口結構 都是沒有什麼年輕人的 他整個黨的支持者 都是一百年代 一路跟著他那些 師奶阿叔 全部都是 那些念舊票 很多都是剩下的 那些 特別是胡志偉 這些個案 就是我懷疑 就是和 或者區議會這樣 就是 打得越重要 他的同情秘道 越出來 就是 團結在他周圍 所以 這個是有需要 考慮 而且你說明 以前吸了一批 都是那些師奶殺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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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 就是你越可憐 就越多人投給你 就是你不是 是 但是問題就是 黃陽達很明顯 就是 插到一批年輕人的票 就是有登記做選民 就是 我想他已經把 九東 可以 做出來的年輕人的票 都被他 撈出來 就是七七八八的 如果換了第二個 可能沒有 可能只有兩萬多票 可能差 可能不一定 這個 你不可以抹殺 是 黃陽達自己都說 他的票數 他拿到的票數 都教他預期的高 這樣說 是 那不如 講一下隔壁 就是九西 剛才剛才說了 譬如說我們見到 剛才也試試解答那個謎團 就是為什麼 毓敏做了那麼多事情 做了那麼多年 就是四年來做了那麼多事情 包括拉布 票數 都竟然和四年前差不多 無論是滿黑也好 或者你剛才說了 可能因為毓敏自己 某程度上都幫了 毛伊伊 幫了毛曼靖去拉票等等 當然也有人說 因為毛曼靖這次 用一個抗拒 拒絕大陸化這些口號 就是 大家都十分之受落 甚至乎 有些毓敏的票 可能都發覺 不如保險一點 反正毓敏 毓敏實事沒有癡 不如過些給毛伊伊 都不出奇 但起碼我們見到 今次九龍西 這個結局出來了 反而令人留意 反而民脅 在九龍西就拔起了 沒有了 譚國潮也不行 但當然 幸好 上帝之手 令到馮檢基 保住一席 如果不就差不多是亡黨 九龍西 你看到民脅 如果現在這樣玩法 整個地盤 立法會沒有席位 說不定重創 還是不能去亡黨 他也撿回身材呢 你有馮檢基 這麼威風 拿到幾百萬票 數字是二十萬 應該超過二十萬票 九龍西 又不是亡黨 民脅從來都是一兩個人 從香港的議員來說 從來你多過 從小所那裡拉回 那你真的不行 那馮檢基 回到直選地區 一定都會選得贏 他從來都是一兩個人 做事議員 也不一定 是穩定的 微小 但是最初呢 你是不是都是看好 馮檢基會贏超選 超區議會議席 一般人都未必一定 一定這樣看 就是之前一路的民調 其實都是OK的 超選三對二 我不會很意外 但是下次是不是這樣 很難說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共產黨的配票機器 還沒有適應這個新的玩法 就是你 他學習很快 共產黨 你不像民主派 學來學都不懂 然後越學越差 就是你下次玩純熟之後 他就懂了 那不是喔 你可以說玩純熟之後就懂 但是今次都很多 不知道這批人有多大 但是好像有不少 在網民也好 泛民支持者也好 就今次在那個答民調那裡 就亂回答 就是個個都回答梁美芬 如果不是蔣麗雲 因為就是李慧琼 就是想打差 當然也有人說 這次好像你亂怎麼回答也好 都好像阻不了那種配票 有些人就說 原因是因為 這班建制派的選民 他又是反過來亂回答 大家就混混 混淡了 所以就不覺得這次亂回答也好 好像沒什麼影響到建制派配票 其實是什麼原因 既然這麼多人好像說 我亂回答網上又炫耀一番 都說我又亂回答人 剛剛又這樣 但好像也影響不到配票 如果你剛才說他配票是這麼厲害的時候 他下一次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都是不合理 還是說 我們這次還沒大規模 如果大規模亂回答 下次也可能會阻礙到 有可能阻礙到 即時配票的情況 你要知道共產黨做事是很嚴密的 即是他不會只是靠票贊民調一件事 當然票贊民調擾亂是必須要做的 但問題就是 我看回 例如你看一下工聯會幾個地區服務處 例如民建聯這些街坊組織那些事情 接著到現在老人院 或者街坊投票 即是不用理你 即使他沒有了票贊召查 我相信他也有配備的能力 因為他的群眾是 你告訴他們 他們投什麼票 他就去投什麼票 接著你可以一個一個人投訴出來 即是你 媒體也有報導 即是很多人投完票 要打電話來報回 給他們自己投了什麼票 即是泛民你怎樣擾亂 即是泛民你怎樣擾亂 即是他這都是很準確的 即是這車是投誰 那車是投誰 他這樣掃都掃得出來 你不用一定靠 即是他可能會是用票站調查 來再確認一次保險點 但你這裡擾亂了 其實他的大局也不會影響很大 即是他的主要sample不是來自 即是他沒有那個network的支持 即是你亂搭這樣 即是不會很嚴重影響到他的配票功能 他是靠打電話 即是我其實不怕說 即是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都在工聯會做過暑期工 即是他們那時候 剛好搞地區服務處的時候 就是要轉型搞地區選舉 那地區的護署就是 將他工聯優惠 優惠中心 那些會員的電話 那些地址全部接收 分一個一個區 接著全部用電話來聯絡那些人 這些都是數以千萬計的人 那些電話號碼是 而且很大的電話中心 好像東華三面務捐 下面很大批人坐著打電話 那樣 他配分是靠這些打電話 即是入屋的 即是你票暫時就只是 因為他一部分來確定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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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個配票 即是他沒有了 或者被擾亂了 其實他那個 通過打電話 他懂得一個一個人 叫他去投票 那個計法 你是擾亂不到的 那我們 除此之外 這個你解釋了 下次大家有多一個 reference point 但譬如你說 最後說到 新西這個區線 因為我們大部分剛才說了 港島 九東九西 新東都說了 新西呢 大舊的票數就十分 零例 你記得他四年前 就真的 搬車邊 即是爭最後那隻 這樣徘徊 那這次 大家好像見到 大家就說 新西赤化 或者守不住 但起碼我們見到 如果大舊拿那個票數 證明他們那批支持者 不是說 買那種踩單車爭普選 放風箏爭普選 甚至乎 你的文章也提到 民主黨再激一些 都是什麼推跌巨型指骨牌 沒有這個 他也是提議 文章提議過 他就想想 可能太激了都沒有做到 真是搞事 那那個新西 因為大家就好像有一個 赤化的perception 因為那個議席的數目 剛才你也說了 譬如你說 張超鵬你新西都不行 新東就不行 都選到 但是 畢竟你見到 陳偉業的票 的確好像說 這個相當選民 不是很buy 即是那些 踩單車爭普選 放風箏差普選 甚至乎 他可能真的覺得 推這個巨型指骨牌 那一陣子 還要強壯一點 那怎樣解讀 是不是真的叫赤化呢 那不是赤化 譬如說說陳偉業的選情 我上次上來 你那個職務 你都問我 那時候 對嗎 Mark Sir離開會不會影響 那時候 那個判斷 都不會影響很大 因為 陳偉業上次 2008年 是 不是 是 比較混帥 進去 大家 這次比較擔心選情 因為 之前陳偉業的形象 或者路向 都比較 地區色彩濃厚一點 他也是靠地區 然後又有 Mark Sir的裝腳 但是 我上次 跟你說 就是 他經過公投 經過 拉布之後 他已經 地區的色彩 已經補上了 一個 作為一個路線 一個認識形態 一個民主運動的 方向 一個 icon 其中一個人物 跟郭敏 所以就是 那個dynamic又不同了 所以 可以解釋到 他這次這麼高票 他基本上 將所有 不要說 激進 比較進取的民主派的票 全部 混進去 然後 其他 其他人 是不是劇化 不可以這樣 去說 其實我覺得 新西的狀況 就是 第一就是 這次有余若薇的因素 公民黨 是黨內街坊的因素 就是吸了很多 他們自己都沒有用的票 另外就是 新西那個 譬如你看 梁耀忠 他一直都是 都很穩陣的 其實理財人都是 所以 就是 新西也是一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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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老快 可能沒有九東那麼老快 就是 但是也是 那個基層的 地區比較多的時候 然後 很多 很多 候選人都是 例如梁耀忠 就是一個 穩打穩擇的 社區網絡 社區互助的 一個這樣的票 所以 那個以色形態的 那個 那個 職彩未必是這麼濃厚 我覺得 就是 今次大家有這樣的 perception 有這樣的形象 因為 就是民主黨在新西 一直在那裡發 就是在一個重鎮 也是一個 就是連根拔起 對人的那種 觀感是相當有 有震撼性的 就是 就是青衣那邊 但是這個很明顯就是 你公民黨怎麼不承認都沒有辦法適宜的了 就是大家都說 當然是罵余若薇的了 沒有什麼 七萬幾票 你還給了兩千票 哈哈 李永達也行 陳樹英當然就是 就是 就是他們拆開就太貪心了 但是 李永達真的差一點點 就是郭家綺那裡拿太多票 這個是 就是沒有得抵賴 不過余若薇 就是你說他抵賴 就是他反駁 他說喂 你比起我 就是你代入我的角色 他說 就是公民黨 地區工作是薄弱的 那我不像人家做了十幾年地區工作 選過無數次選舉政黨這樣 可以做到分區配票 他說 如果單一名單參選 是最有誠意的表現 我拆散了 我又沒有裝腳 又沒有配票 那怎麼搞呢 他說每次選舉都有上又落的 有人上又有人落的 他說 那是不是所有落選的票都浪費了 這樣說 那這個 現在這個選舉遊戲都玩了這麼多年 都是證明是 拆明單的機會大一點 就是你那次新當轉成名單 失敗了都未知失敗 就是你不要期望 可以將那些人混在一起 但是所有票集中是一條名單 就是一定是 就是大家的經驗都是 但是 連共產黨都知道是拆票的機會大 所以他這次都拆了這些票 就是他不會擺同一條名單 不過昨天梁家傑 就是當記者質疑他 就說 泛民候選人墮馬 比如你先說 你永濟三千多票 那問問梁家傑 你們公民黨 是否一點責任 丁堆責任都沒有呢 那當然梁家傑 他對泛民的盟友 選不上都感到軟式 都明白大家的想法和心情 其實怎樣回答是最好的呢 有些人都說 一集無奉勵 喂 你是不是一點責任都沒有啊 那他都沒有正面回答 其實怎樣回答最好的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是怎樣回答最好的呢 在這件事上 但是他又不只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不是搞政治的人 你問我 就浪費我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最好的 但是我作為一個民主派支持者來說 我自己的覺得就是 就是民主黨有這樣的人 這些事情你自己做得不少 就是告急累到人 跟著自己想自己這樣 公民黨都是半斤八糧 做回你一路做的事情而已 那你沒得怨人的 你自己以前做過這麼多這些事情 那這樣來說 你又不可以從他 就是告急搶人票來 就是純粹從這件事去譴責公民黨 就是因為你 就是兩邊 民主黨和公民黨 一路都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說 就是如果這次 就是郭家麒可能選情危急 那跟著陳恕英可能不行 那跟著 就變成公民黨罵民主黨而已 就是你要 要把陳恕英出來 就是撒黑兩隊這樣 這樣吸票 最後如果他們 他覺得 陳恕英有機會 可能高急 就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情況 不過今次就是 就是陳恕英一直都沒有起色 不過 所以沒有得從這個選舉策略 純粹是這樣去評價的 但是問題 純粹是 比較的話 就是比較公民黨的路線 和民主黨的路線 那就是 我也覺得 公民黨的路線 比較適合口味 是 適合口味 所以今次做了這些事情 我也不會譴責他太多 因為他也是在做民主黨一直在做的事情 你不可以有雙重標準 民主黨做就可以 跟著 公民黨做就不行 跟著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些民主教父 那些民主元老 幫途軍行告急 那就更可惡 更可惡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大家都還記得 你的形象 不單是住家男 也是青春男 所以明白你這件事 明白你的立場 青春男恐教授 那我們就 來到這裡 就剩下半個小時 我們就五區都講完了 剩下半個小時 當然要講講 其他政黨 包括民主黨 跟你不戰過好一段時間的 何俊仁 與孔教授相隔等等 遲一職 現在很多人問 劉慧卿 民望相當高 下次跟你不戰的對象 可能是阿卿姐 我們一會回來 跟孔教授聊天 繼續拍九點鐘的太陽 嘩 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試過也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的 Jackie Lin 當然是怎樣 相信我 Jackie Lin超級 你在說誰 連Jackie Lin不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Lin 沒有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幾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 都可以自已的 身體